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总领事胡银泉介绍 截至3日凌晨 共有13,514名滞留巴厘岛的中国游客回国 其中东航、南航、夏航累计飞行16个架次 协助3447名滞留旅客回国 外国航空公司派出54个架次 协助了1067名旅客 标志着协助滞留旅客回国工作基本完成 东航MU5030航班于当地时间3日凌晨1点30分 从印尼巴厘岛起飞 这是执行街机滞留巴厘岛的中国旅客的最后一家国内航班 机上搭载129名中国旅客 这次从努拉拉国际机场就是 重新开放以来 我们东航加上这个航班一共正好是10个航班 我们公司调派了10架宽体机 专门来接送滞留在巴厘岛的旅客 那么加上这第10个航班 正好是2400名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旅客 整个从飞行过程中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同组今天是大概是19个人 我们在出发前就觉得能接受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等一直到快到巴厘岛上空 还接到我们公司的电话 通知我们火山云的状态 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这次东航为了迎接我们滞留旅客 通报回国 特别精选了这次空客33L机型 它是执行中远程航班 载客量更多 然后旅客的舒适度可能也会更高的一个机型 感谢观看